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数据已连续第四个月返还 是自2021年9月以来的最长记录 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销售年增2.1% 较7月的2.7%放缓 也低于预期的2.5% 此外 今年前8个月固定资产投资 年增3.4% 低于7月的3.6% 也低于预期的3.5% 中国三头马车经济数据顺于预期 要将令本周出港股成压 恒指或将考验250天线的支持 该线限时处于17,237附近 如后续没有更大力度的刺激经济措施出台 恒指或将下市17,000 今天介绍的股票是康城药业 股票代号1681 康城药业主要从事生产及销售中程药 包括现代中程药和传统中程药 及医用成像对比机 产品涵盖肾科药物 富儿药物 骨科药物 皮肤科药物 肝胆药物 及其他药物 今年上半年 集团业绩稳定增长 收入为12.68亿元人民币 与上年度同期相比 增长约13.3% 主要由于集团持续自力开脱产品市场 以及发展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络所致 股东应占益力为3.99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4.9% 平均毛利率为74.7% 与2023年同期相比基本磁平 展望未来 医药行业正经历着变与不变 变体现在因为集采和归等因素导致的行业游戏规则在变 因为创新药 研发和出海等因素导致的行业竞争格局在变 以及医药企业的发展逻辑在变 但同时 不变也是医药行业发展的核心 这体现在人口老龄化和慢病年轻化导致的行业向上发展的趋势不变 满足临床未满足的需求目标不变 和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不变 集团将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 提升管理效率 明确战略规划和落地之行 提升研发流程质量和效率 进一步加大在合规基础上的学术推广力度 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建议买入价5.75元 目标6.25元 止损位5.5元 个人没有只有上述股票 接下来是研究不得每日外国实况 日经方面 日经225指数跌0.68%爆36581.76点 度质方面 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涨 道质涨0.72%爆41393.78点 标普500指数涨0.54%爆5626.02点 纳指涨0.65%爆17683.98点 标普500指数 纳指均路的连续5日上涨 卡特比勒涨1.71% 旅行者集团涨1.63% 领涨道质 谷歌涨1.79% 特斯拉涨0.21% 中代股涨跌不一 加南科技涨15.3% 盛大科技跌5.39% 本周 道质涨2.6% 标普500指数涨4.02% 纳指涨5.95% 其中 标普500指数 纳指创去年11月以来最大单周涨幅 道指创一个月以来最大单周涨幅 国内A股方面 大盘高开后弱势震荡 午后跌幅扩大 创业板值领跌 商政收益指数闲手3000点 盘面上 午后资金难有大动作后 惯性去向北交索 今日上市新股N中草换手率达到惊人的98% 其余行业则表现平淡 全天于4000股下跌 截至收盘 上证指数跌0.48% 27004.09点 深证城只跌0.88% 创业板只跌1.07% 北镇50涨0.59% A股全天成交5286亿元 环比略增 本周互指累跌2.23% 深城只跌1.81% 创业板只跌0 19% 板块方面 国企改革概念先涨停潮 养老概念尾盘异动 黄金股迎来久违其升 CPU PCB权重集体复苏 石油 保险 电信等权重行业连续齐稳 美元方面 纽约尾盘 美元指数跌0.13% 101.111% 周跌0.07% 非美货币涨跌不一 欧元对美元涨0.01% 爆1.1075% 周跌0.1% 英镑对美元跌0.0% 爆1.3124% 周跌0.05% 澳元对美元跌0.27% 爆0.6705% 周涨0.52% 美元对日元跌0.68% 爆140.858% 周跌1.01% 美元对家元涨0.05% 爆1.3587% 周涨0.1% 美元对瑞郎跌0.24% 爆0.8491% 周涨0.72% 离爱人民币对美元涨181个基点 爆7.1009% 本周累计跌65个基点 石油方面 国际油价小幅上涨 美油10月合约涨0.39% 爆69.24美元桶 周涨2.32% 不油11月合约涨0.1% 爆71.5美元桶 周涨0.62% 黄金方面 国际贵金属期货普遍收涨 COMEX黄金期货收涨0.99% 爆2606.2美元盎司 创历史新高 当周累计涨3.23% COMEX白银期货收涨3.18% 爆31.065美元盎司 当周累计涨10.23%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开始起跑线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